第794章 冰火炼金身 寻宝兽道 告诉你也没什么 反正你也做不到 冰火两一眼哪怕是在神界 也有神权之称 是三种神权之一 炽热阳泉 阴极冰泉相互融合 彼此相安无事 最可贵的并不是这两种泉水本身 因为它们本身各自都蕴含着极致的气息 但一一种 对于任何天才地宝来说 其实都是有害的 但为什么冰火两一眼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对天才地宝有益呢 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过吗 我告诉你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 这二者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诞生出一种奇异的存在 混沌之水 乃是仅次于鸿蒙之水的最顶级神权 你们当然是弄不出混沌之水的 但只要维持阴阳平衡 冰火两一眼也会自行散发出微弱的混沌之气 有这些混沌之气打底 周围的这些天才地宝才会生长加速 并且具备一定的混沌特性 要比普通自行生长的天才地宝效果更好 你想想 单独的冰泉和羊泉是不是周围寸草不生 就明白我说的对不对了 这混沌之气 乃是阴阳二气调和而成 可惜 你这是假的冰火两一眼 没有生命本源作为支持 所以诞生不出真正的混沌之水 自然也就培育不出真正的拥有仙灵之气的仙草 但哪怕如此 也可以诞生一点混沌之气出来 刚刚那几滴就是我弄出的混沌之气 聊胜于无吧 培养一般的果实还行 寻宝兽这番话 听到二名 蓝轩宇和钱磊都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这些东西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任何记载 二名急切地追问道 那您刚刚弄的混沌之气 能够大规模产生吗 寻宝兽翻了的白眼 道 想什么好事呢 混沌之气想要诞生 需要有神识来掌控 剥离 哪怕当初在神界之中 也唯有本作能够做到 不然的话 你以为为什么我能掌管所有仙草苗谱 需要神识能够掌控到极其细微的地步 并且对阴阳平衡有着极高的理解才行 你虽然勉强踏入神级的门槛 但你那神识太粗糙 教你你也不可能做到 就算是宝爷我 弄出混沌之气也会大幅度消耗神识 消耗得多了 我就完了 要是当年 本作全圣时期的时候 自然不在话下 想弄多少就弄多少 反正有仙灵之气补充神识 但这人间哪来的仙灵之气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冰火两一眼 让我种出仙果来滋养自身 才有可能循环起来 你这假的冰火两一眼培养出的东西 对我神识的滋补比消耗也多不了多少 而且 我凭啥给你培育 不干 不干二名双眼微眯 道 你是说 如果有真正的冰火两一眼 你就能培养出拥有仙灵之气的仙果来 而且还能形成循环 大范围培养 寻宝兽摇摇头 道 不能保证 要看冰火两一眼的混沌之拳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层次足够高的话 有可能 但至少只要是真的混沌之拳 培养一些鲜果还是做得到的 好 我明白了二名站起身 道 既然你知道这冰火两一眼的作用 自然会知道如何进行冰火炼金身了 我本来就是想要让轩宇在这里修炼 从而提升自身身体素质 以承载他的血脉之力 你有什么建议 寻宝兽眼睛一亮 道 这个当然好啊 有我在 可以帮主人更好的调和 不会出危险 冰火炼金身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一个平衡的点 确实是适合主人修炼的 可惜不是真的冰火两一眼啊 要是真的就更好了 但对主人的身体 确实是有帮助的二名道 那就开始吧 这里的天才地宝 你如果想要给轩宇吃 我没问题 但你给他吃一个 就需要额外培养一株出来 给我们留下寻宝兽大眼睛滴溜溜乱转 哼了哼 到 本作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吧 主人你先吃了金线果 然后我指引你进入冰火两一眼修炼 好蓝轩宇不再犹豫 轻轻地咬破果皮 顿时 一股鲜甜的汁水涌入口中 只是一吸 顿时将一枚金线果的果汁果肉 全部吃了下去 清甜的汁水滑入喉中 下一刻 蓝轩宇就感觉到小腹中 一团灼热升起 刹那间 全身血脉 磅腹腹燃烧起来了似的 自身血脉运转速度 抖增数倍 全身皮肤表面 都多了一抹赤红色 二名一直在旁边 观察着蓝轩宇的情况 健壮也不禁暗暗吃惊 这药效很强啊 被寻宝兽培育出的果实 果然不一样 寻宝兽腾身一跃 重新融入到蓝轩宇体内 下一瞬 蓝轩宇只觉得一股清凉之意 从精神之海中散开 刚刚那让他难受的炽热 顿时降低了大半 不再有那种血脉膨胀 磅腹腹要爆炸的感觉了 钱磊说得没错 这寻宝兽 真的是有助消化的作用 意念之中 寻宝兽的精神波动传来 蓝轩宇不敢怠慢 快步走到冰火两一眼前方 腾身而起 向泉水中跳去 一层淡淡的白色光韵 从他额头上散发出来 在他身体表面形成一层薄膜 与此同时 蓝轩宇双手张开 金色鳞片从右手冒出 银色鳞片从左手冒出 飞速覆盖全身 令整个身体变成半金半银 唯有胸口处 七片七彩龙铃 散发出彩色光韵 扑通一声 蓝轩宇入水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冰火 两一眼之内 前蕾眨了眨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向二明 前辈 那我呢 二明正在想事情 维言道 自己先一边玩去 我有事先去办 你回头再说 说完 他腾身而起 光芒一闪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蕾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啥情况啊 这地方 他还真有点不舒服 忽冷忽热的 但生命气息 确实是浓郁 感受了一下 金胖子的本能反应 还是没有离开 原地坐了下来 开始冥想 蓝轩宇 月入冰火 两一眼的沙纳 顿时感觉到 急寒和急热 瞬间涌入身体 半边身体 吃热灼烧 半边身体 似乎已经冻僵 剧烈的痛苦 令他不禁闷横出声 他很怀疑 如果不是有 金银龙铃的保护 自己沙纳间 就要化为飞灰 当也就在这时 他胸口处的七枚龙神鳞片 光芒大放 胸口内的血脉漩涡 剧烈旋转起来 蓝轩宇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四肢百骸中 似乎有一些 他所不知道的能量 正在迅速地涌入到 血脉漩涡之中 令血脉漩涡的气息大增 主人 明星静气 首缘归一 寻宝兽的声音传来 此时 那炽热和冰冷 两种极致的温度 已经涌入蓝轩宇体内 在他体内之中 横冲直撞 一部分经络 磅伏在燃烧 一部分又磅伏 凝极成冰 以至于蓝轩宇的魂力 运转都不顺畅了 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平静 忍住要从这里 冲出去的冲动 全力运转血脉漩涡 去对抗那冰火的气息 血脉气息在全身流转 反向带动魂力 被灼烧的经脉受到血脉气息的冲击 就会逐渐恢复正常 被冰冻的经脉也是如此 血脉之力守护着蓝轩宇自身经络 和这些冲入体内的急寒 急热气息相互倾压 对抗 第795章 混沌之水淬体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 可实际上 每一次的灼烧 冰冻 在化解 蓝轩宇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全身衣物早就已经化为飞灰 就连毛发也是如此 金银龙领表面都不停地变化着色泽 蓝轩宇原本以为 寻宝兽会将冰火两一眼的能量 调和成先前那种混沌之气 来滋润他的身体 但寻宝兽却像是沉寂了一般 说完那句话之后 就再没吭声 也没有帮他做什么 蓝轩宇尽可能地让自己平静 可身上的痛苦如此强烈 又哪里是说平静就能平静地下来的 而且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魂力基本没什么用 魂力完全承受不住那极寒 极热的冲击 护体的几乎都是他的血脉之力带动着魂力 来调和那冰火之力对身体的伤害 实在是太痛苦了 身体不断在极寒 极热中转化 每一处都不断传来撕裂般的痛楚 血脉之力消耗得也非常快 内部核心处的彩色都在不断地减弱 伴随着剧烈的痛苦越来越强烈 渐渐地 蓝轩宇的身体开始变得有些麻木了 这是过度痛苦出现的身体自我保护 血脉之力的运行速度也开始减弱 先前服用的金线果能量似乎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在蓝轩宇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 准备趁着自己还能控制身体的时候冲出去 突然间精神之海一动 寻宝兽似乎从他的眉心处又钻了出来 然后蓝轩宇就感觉到 身体周围的冰火两一眼泉水突然旋转了起来 原本的炽热和冰冷沙那间减弱了许多 也让他微微松了口气 而且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是脱离了泉水 下意识地睁开了双眼 这一睁眼 他顿时看到了奇异的一幕 他自己就盘膝坐在冰火两一眼的水底 冰火两一眼不算深 只有三米左右 而此时周围的泉水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 蓝色和红色盘旋往复 淡淡的白色气流开始浮现出来 寻宝兽就悬浮在他身前 双手挥舞 就像是一个音乐指挥家一般 指挥着泉水的盘旋往复 主人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 把之前那两个人给您的神机生命本源 给我一滴寻宝兽虚弱的声音响起 蓝轩宇这才发现 他的身体此时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甚至都已经变得有些透明了 好 没有犹豫 蓝轩宇立刻从命运之环中 把那个小刺瓶取了出来 就这么个简单的动作 他就感觉到全身撕裂般的巨统 勉强打开瓶盖 轻轻一抖 顿时 一滴晶莹剔透 碧绿色的液体飘飞而出 就是这一滴液体飞出的沙纳 蓝轩宇只觉得一股清新的气息 似乎瞬间萦绕在自己周围 只是感受他的气息 多令自己身体的痛苦 大幅度削弱 下降 彭扶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似的 好强大的生命能量啊 而下一瞬 寻宝兽已经回过头来 张口一吸 瞬间就将那一滴 碧绿色的液体吸入口中 轰 碧绿色的光焰 几乎是顷刻之间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寻宝兽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被瞬间点燃的火药桶一般 周围升起的羊泉 兵泉都在一瞬间凝固 蓝轩宇突然感觉到 自己面前的寻宝兽身上 迸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精神气息 而这精神意念和自己 似乎也是连接在了一起似的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可在这一刻 思感却彷复延伸到了千米 万米之外 寻宝兽通体也随之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先前的虚弱和维米一扫而空 碧绿色光芒瞬间内敛 下一刻 赤裂的白光就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红色的羊泉 蓝色的冰泉 再次剧烈旋转起来 而这一次寻宝兽控制他们 似乎已经变得如必食指一般轻松如意 在寻宝兽脚下 隐约有一个白色光环浮现而出 光环内部 能够看到似乎有一个个 类似于各种植物的图案 密密麻麻 极为繁复 淡淡的白色雾气开始浮现而出 这雾气就凝结于蓝轩羽头顶上方 紧接着 一滴滴乳白色的液体 就是先前寻宝兽浇灌经线果那种液体 从天而降 宛如稀稀利利的小雨一般 落在蓝轩羽身上 蓝轩羽身上的鳞片 才一接触着液体 顿时变得亮了起来 就像他施展了金龙霸体一般 贪婪地吸收住这些液体 融入自身 而他原本剧痛的体内经脉 也只觉得阵阵清凉涌入 说不出的舒服 他更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身的生命能量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住 不用寻宝兽提醒 蓝轩羽闭合双眸 赶快进入冥想状态 控制着自己的魂力 血脉之力 吸收着这些生命能量 以补充自身 先前的消耗很快就恢复了 经络的疼痛也随之消失 五脏六腑 庞腑都被烫胃过一般 说不出的舒服 这是混沌之水 先前几滴混沌之水 就能够让一颗金线果诞生 此时如此之多的混沌之水 竟然只是滋养自己的身体 体内的极寒和极热之气 在混沌之水进入之后 都自行地中和了 蓝轩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被混沌之水洗涤之后 先前被冰火两种 极致之力创伤的一切 都恢复了 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舒适的感觉 悄无声息地消失 炽热和极寒再次涌来 令蓝轩羽从那舒爽的感觉之中 回归现实 但这一次 他明显感觉到 不像最初时的痛苦那么强烈了 自己的身体 对于羊拳和兵拳的抵抗能力 明显增强了许多 而且 当那极寒 极热之力 再次入侵体内的时候 蓝轩羽发现 在自己的骨骼 经络上 明显多了一层淡淡的光运 虽然并不强烈 但这光运却让自己的身体 对于那冰火两一眼的极致能量 有了抗性 原来冰火炼金身是这样的 感受到自身的变化之后 蓝轩羽顿时心中大定 他也感觉到 寻宝兽回到了自己精神之海中 有了那一滴神积生命精华的帮助 寻宝兽的气息明显变了许多 不再有虚幻的感觉 而是变得凝实了 甚至当他回归精神之海后 蓝轩羽督绝的自己的精神力 似乎变得强大了不少似的 小宝 生命精华对你如此有效 需不需要再给你一滴 蓝轩羽在脑海中问道 他能感觉到 自己就算直接服用生命精华 所能起到的作用 也不会比先前吸收的 混沌之水更强 生命精华增强寻宝兽的力量 让寻宝兽 再利用混沌之水增强它的力量 而吸收来的生命能量 还可以反补寻宝兽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对它们都非常有利 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不用了主人 您留着吧 那东西是能够救命的 而且 我只需要一滴也够了 再多一两滴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有这一滴 算是唤醒了我的神石 让我的生命体征稳固下来 就能在吸收您的能量时 不至于浪费和流失 真想要让我恢复到曾经的巅峰 恐怕那株永恒之树 所有的生命能量都给我才行 让我代替它成为 窦罗星的生命本源 第796章龙神灵片进化 蓝轩宇心中惊讶 这寻宝兽的曾经 似乎比自己想象中更要强大 而且 经过这次修炼 它也越发感觉到 寻宝兽对于自己修炼的帮助 作用巨大了 别的不说 单是经验方面 它带给自己的帮助 恐怕兽神帝天 也未必能比得上 这一次 蓝轩宇坚持的时间明显更长 羊拳和兵拳之中 本身也蕴含着庞大的能量 这些能量之中带有火毒和寒毒 蓝轩宇的身体 潜移默化地被它们淬炼的同时 也受到火毒和寒毒的侵袭 每当他的身体内积蓄的火毒 寒毒太多 已经不堪负荷的时候 寻宝兽就会出手 将周围的兵拳 羊拳转化为混沌之水 洗涤他的身体 驱除掉问题 变成对自身的滋润 如此几次之后 蓝轩宇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体魄开始发生变化了 无论是肌肉 筋络 骨骼 还是内脏 都多了那一层凝润的光芒 并且本身也开始变得通透起来 还泛出淡淡的金色 那并不是纯粹地覆盖一层金色 而是变成了像金色水晶一般的金体状 身体彷復在不断地蜕变 不断地被混沌之水洗涤 蓝轩宇自己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层次在不断地提升 更让他惊喜的是 胸口处的龙神鳞片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原本只有七块鳞片 伴随着不断地被冰火两一眼 与混沌之水的洗礼 数量在缓慢地增加住 当他进行了无论修炼之后 他胸前的龙神鳞片已经变成了13块 这样的变化 无疑意味住蓝轩宇施展龙神变时候的时间 会大大增加 威力也会随之增加 同时也意味住他的血脉之力 在不断地增强 这要不知道比他正常修炼时 所能提升的速度快了多少 果然还是要有好东西才行啊 这冰火两一眼简直是修炼宝地 正在蓝轩宇修炼得畅爽的时候 突然 一股巨大的吸力从上方传来 下一刻 他的身体就被吸扯出了冰火两一眼 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 你们 你们干了什么 蓝轩宇脚踏实地 落在了岸边的地面上 一脸茫然地睁开双眼 在他面前的 正是一脸愤怒之色的二名 蓝轩宇疑惑地看住他 二名前辈 怎么了 二名抬手指向一旁 怎么了 你问我 不该是我问你的吗 蓝轩宇顺住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正是冰火两一眼那边的方向 当他看到冰火两一眼的时候 也是一愣 原本的冰火两一眼 寒急冰泉和赤热羊泉 分别是深蓝色和赤红色 二者精卫分明 可此时在看去时 这两种泉水的颜色 却明显发生了变化 变得浅了不少 就连散发出的温度 也似乎变得不那么极致了 难怪 自己之前修炼的时候 似乎感觉到 炽热与冰寒的感觉 不那么明显了呢 这冰火两一眼 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二名前辈 冰火两一眼 这是怎么了 蓝轩宇疑惑地问道 二名没好气得到 怎么了 只有你进去修炼了 其他都没出现什么 是你该告诉我怎么了 蓝轩宇心头一震 难道是在凝聚混沌之水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赶忙在心中呼唤寻宝兽 小宝 这是我们弄的 光影一闪 寻宝兽从蓝轩宇额头前钻了出来 看出面前的二名 哼了哼 道 你们这假的冰火两一眼 就是不行 这才修炼了这么一会儿 就减弱了 不过不会有事的 反正泉水是会循环的 有几天时间 自然就会恢复成原样 二名看住面前的寻宝兽 也是微微一愣 这家伙的身体不再透明 而是变得非常凝实 就连气息都变得强大了许多 精神波动凝而不散 阴影真的有神石般的波动出现 很显然是得到了什么好处 你说得轻松 你知不知道 这两股泉水乃是森罗星生命本源汇聚而成 你到底做了什么 既然让它消耗如此之大 这是在消耗星球的本源 你们不能再练了 不然的话 整个森罗星的生命能量都会受到影响 寻宝兽撇了撇嘴 道 这是因为这颗星球的生命本源不够强大 只是削弱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你急什么 万分之一 你说得轻巧 那可是一颗星球的万分之一 二名怒气冲冲的道 同时他也在观察蓝轩宇 这一仔细看 顿时发现了蓝轩宇的变化 此时蓝轩宇身上的龙铃已经收回 他的皮肤表面变得晶莹剔透 虽然没有毛发 头也是光秃秃的 看上去有些好笑 但肌肤晶莹润泽 宝光若隐若现 而且全身都充斥着极为浓郁的生命气息 这生命气息那脸 但给人的感觉 他就像是一块最大的天才地宝式的 很显然 他是得到了不少好处 蓝轩宇自己也自然感觉得到自己的变化 血脉之力大幅度提升 他血脉漩涡之中第七彩能量增加了两倍有余 魂力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虽然不知道具体多少级 但他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45级了 最重要的是身体的强度 举手投足之间 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变得格外强大 精神力也明显有所提升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修炼了多久 但就是这短暂的时间已经让他获益匪浅 简直比自己修炼几年的效果都要更好 寻宝兽哼了一声 道 大猩猩 你应该知道主人的未来是什么 对于魂兽一脉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只有主人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才能给你们光明的前途 这一点消耗就舍不得了吗 二名脸上的怒容渐渐消失 沉生道 不是不舍的 而是森罗星好不容易建立成现在的规模 而且这里的一切也并不是我们真正能说了算的 在森罗星上 还有联邦观察员 随时观察星球变化 斗罗联邦将这里当成未来的资源储备 一旦发现生命能量损失过大 必然会找上门来 那时候我们也会很麻烦 虽然斗罗联邦给了我们这么一颗星球繁衍生息 但却无时无刻不再关注着这边的一切变化 冰火两一眼是我们秘密建成的 只有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高层才知道 不容有失 万分之一的生命能量波动 已经足以让所有探查的仪器出现极大波动了 不能再继续了 否则的话 这里很可能会暴露蓝轩宇内心之中 当然是希望继续修炼下去的 这里带给他的好处太大了 继续修炼下去 恐怕用不了一两个月 自己就有突破五环的可能 这里简直就是宝地中的宝地 对他来说是在合适不过的修炼之所 但二名已经说到这种程度 他也没法再继续坚持 二名前辈您别为难 那我就修炼到这里吧 以后我还能每年来吗 二名嘴角抽出了一下 要是按照你们之前这种修炼方法 你可别来了 我们也受不了啊 正如寻宝兽所说的那样 我们这里的冰火两一眼毕竟是人造的 不是天生天养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你这种吸收方法 对于森罗星是破坏性的 还容易导致斗罗联邦对我们有意见 你现在的实力还太弱小 要是被发现是这样修炼的 对你自己也不是好事 这次的获得也足够你消化一段时间的了 等你要突破瓶颈的时候 再看吧第797章宝爷威武 我明白了 谢谢前辈蓝轩宇恭敬地说道 如果突破瓶颈的时候 能来这里也不错啊 有混沌之水的帮助 自己突破起来绝对是事半功倍的 至少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能量来提升自身 二名深深地看了寻宝兽一眼 向蓝轩宇道 你对这家伙的使用也要注意 我现在明白了 它是能提炼出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还能帮你加速吸收 但它的方式是何则而鱼的 完全不管是否消耗过度 强行提炼 只取最精华那一部分 而被取走精华之后 原本很庞大的能量就会散去 就像你们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能够吸收星球万分之一的能量 恐怕封号斗罗都突破好多次了 但你的提升却远远没有那么大 就是因为它浪费的是万分之一的能量 而实际上你吸收的 恐怕连一分之一都没有寻宝兽不屑的道 那又怎样 我这叫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我的主人当然只吸收精华了 那些糟粕的东西自然是要驱散 你别以为你们吃了亏 你看看周围这片苗圃 感受一下变化二名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周围 这一看 它也发现了不对 先前它的注意力完全被冰火两一眼吸引了 并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植物 此时才发现 在冰火两一眼周围的各种植被 都变得比以前高大了许多 而且生命能量明显浓郁了很多 寻宝兽一脸轻蔑地看住二名 道 何则而鱼 你懂个屁 我这叫分离滋润 什么层次的存在 就应该吸收什么层次的能量 你以为 对于普通灵草来说 就是最强大的能量对它们最好吗 那样固然会让它们加速生长 甚至是瞬间成熟 可实际上才是对能量真正的浪费 我在为主人提炼混沌之水滋养身体的同时 多余的能量就都散发在这里了 带着混沌之气 至少让你们这苗圃 节约上千年的生长时间 你还好意思说我 自己没眼力而已 是消耗了万分之一的能量 但我主人吸收的只是很少 很少一部分 消耗的那些生命能量都在这些植物上 所以星球本身的生命能量 整体并没有减弱多少 说什么被发现 只不过是我帮你们把那万分之一的生命能量集中在了这里罢了 本来这是打算作为我主人在这里修炼支付的费用 既然你觉得这样是合则而鱼 那就算了 以后大家也别合作了 一拍两散 主人 咱们走 道别的星球 只要是有生命本源存在的 我也能找到类似的地方给你修炼 哼哼 不识好人心啊 白白浪费我那么多精力 听寻宝兽这么一说 二名也是有些发呆 关键是 他释放神识仔细感受了一下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这里的整体生命强度大幅度提升了 所有的天才地宝都迅速生长 毫无疑问 这对于森罗星魂兽一脉来说 绝对是大好事 蓝轩鱼也是有些诧异 随即也就释然了 这寻宝兽当初乃是位龙神管理苗圃的 如果真的只会合则而鱼的话 又怎么可能坐上那个位置 先前他没解释 是等着后面打二名的脸的吧 二名脸色连连变化 蓝轩鱼笑咪咪的道 前辈 您看着 二名脸上一阵青 一阵红的 咳嗽一声 道 宝爷 那您怎么不走说 寻宝兽摊开双手 这还用说 你一个神级强者 拥有神识的存在 竟然连这么明显的情况都发现不了 还质问我们 还不让我主人修炼 呵呵 二名尴尬的道 是 是我错了 宝爷 这是个误会 要不 你们接着修炼 只是 这里的天才地宝成熟之后 我采摘走 还能重新生长是吧 寻宝兽淡淡的道 不练了 我们换地方 此处不留 爷自有留爷处 主人 咱们走二名美好气的道 差不多行了 除了我这里 你上哪找冰火两一眼去 唐门那真的冰火两一眼 可是绝对的戒严之地 除非对唐门有滔天的功勋 否则是不可能允许进入的 只有我们这里 才能因为薛宇的血脉对它开放 你以为我不懂 什么星球都能诞生如此强大的生命本源 还能让你找到根源 你要有这本事 还至于先前都要神势耗尽而亡了 寻宝兽瞪大了眼睛 刚要说什么 却被蓝轩宇拦住了 二名前辈 对不起 我好好劝劝他 您放心 只要您肯留我们 我们自然是愿意在这里修炼的 您完全是为了我好 才让我留下的 这份恩情 轩宇永不敢望二名脸色好看了不少 寻宝兽却道 主人 我们是没法修炼了 他这个吧 毕竟是假的 之前积累的能量 已经被我们转化的差不多了 为了不让他断根 还能恢复 起码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等恢复了 咱们再来也行 二名脱口而出道 你刚才不是说几天就恢复了 寻宝兽道 说说的 不行吗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这里一下能成熟这么多灵草 二名眉头微醋 那怎么做 才会让大家都最合适 寻宝兽道 简单啊 等这里恢复了 我们再来修炼 再帮你们培养一批灵草 并不是所有天才地宝都是超过十万年份最好 有我在 可以压制它们处于灵质将生未生之际 你们赶快采摘 而且不同的灵草需要用不同的采摘方式 这个我可以教授给你 然后告诉你们各种灵草的采摘时间 算是交换我主人在这里修炼的资格 不过 灵草采摘之后 生命力就算是脱离这个星球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们自己考虑吧 有了这么多灵草 足够你们培养出更多的强大浑兽了二名微微点头 这样也行 那你们就再留一段时间 你帮我们完成了这次采摘再说 不够年现在也告诉我们多久可以采摘 可以寻宝兽这次痛快地答应下来 不过我也要选一些带走 给我主人和我作为自身消耗的补充 这不过分吧 二名道 三株 不能再多了 你能选出来的 肯定是最好的东西 成交寻宝兽笑咪咪的道 二名心中暗骂 看来自己还是太过大方了 这骗子注实是难缠啊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有寻宝兽的帮助 这冰火两一眼的作用就太大了 放在以前 他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获取一株成熟的天才地宝 还未必是在最佳时刻采摘的 寻宝兽带来的关于天才地宝的知识 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帮助了 经过询问 蓝轩宇才知道 他们在这里已经修炼了11天的时间 接下来他索性就留了下来 独自冥想 以消化吸收这次的获得 同时掌控自己经过变化的身体 二名当然不会自己亲自来负责天才地宝采摘 而是找来了那位黄金血脉的万年黄金师虎 跟随寻宝兽学习有关的知识 黄金龙吼极为聪明 而且是大名 二名内定的蔚来森罗欣一脉的继承者 每天跟注寻宝兽采摘天才地宝 记录各种天才地宝的成熟时间 二名乃是魂兽中极致力量的代表 对于力量的掌控和使用 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 在他的指点下 蓝轩宇和钱磊对于自身力量的应用 都有了长足进步 尤其是蓝轩宇 他经过了这次的冰火炼金身之后 力量大增 身体一度出现掌控困难的情况 有二名的指点 再加上一些修炼方法 提升的一日千里 转眼间 五天过去 蓝轩宇已经基本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对于提升也有了全面的理解 好了 今天开始 教你们我的看家绝学 二名走了过来 这几天 他的心情越来越好 因为黄金狮虎那边 采摘下来的成熟灵草 已经有上百柱之多了 有了这么多灵草 别的不说 黄金狮虎很快就能被培养到十万年层次 成为真正的强者 前辈 什么看家绝学啊 钱磊信冲冲地问道 二名抬手捶了捶自己的胸膛 泰坦神拳 第七百九十八章 泰坦神拳 泰坦神拳 听到这四个字 蓝轩宇和钱磊都不经眼睛一亮 他们当然知道 二名乃是泰坦巨猿修炼成人 自身修为极其强大 这无疑是他自创的能力 二名道 泰坦神拳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将自身力量完全爆发和释放出来的一种方式 在我的各种能力之中 泰坦神拳是最强大的攻击性能力 交给你们这个 不是让你们均一于我的力量使用方式 而是让你们明白 力量有这么一种方法可以使用 对于你们来说 想要变得真的强大 就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修炼过程中可以极见任何人的修炼方法 但最终 属于你们自己的 最适合你们自己的 只有你们自己才能领悟出来 能明白我说的吗 蓝轩宇和二名纷纷点头 走自己的路 这在史莱克学院的教学之中 也曾经多次强调过 二名道 泰坦神拳 乃是我们泰坦之力为根基的应用 但实际上 我这泰坦神拳的演化 却和你们人类有关 你们有学过乱披风锤法的吗 就是唐门锻造之法 二名问道 蓝轩宇一愣 道 我学过二名顿时笑了 眼含深意的道 果然 一脉相传啊 钱磊道 前辈 您这泰坦神拳 还和锻造之法有关不成 二名道 正是如此 而且和这乱披风锤法 很有关系 早在几万年前 你们魂师还相对弱小的时候 有个人你们肯定都听说过 那就是第一代的 史莱克七怪中的首脑 后来成就神底之位的 海神唐三蓝轩宇和钱磊 纷纷点头 唐三他们当然是知道的 这位在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上 在唐门的历史上 都是最重要的人物 二名道 当年我和大哥 跟唐三都是朋友 唐三的妻子小五 其实乃是魂兽修炼成人 他是十万年柔骨兔 也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最初的时候 我们对于唐三都没有任何好感 毕竟他是人类 我们却是魂兽 但后来 唐三为了救小五 不惜付出生命 真正地打动了我们 乃至于后来 我们为了救小五 都各自献祭给了唐三 成为了他的魂环之一 蓝轩宇和钱磊面面相去 二名说的这个 可就是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了 二名微笑道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积累了浮原 后来唐三修炼成神 成就神底之位 并且进一步成为了神界五大之高神之一后 就想办法帮我们复活 并且同样成就神位 有些人认为 我们是打破了魂兽 不能成神的限制 可事实上 我和大哥也同样没有做到那样的壮举 论天赋 我们并不比金眼黑龙王帝天更强 他都做不到 我们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这几万年来 真正能够成就神位的魂兽 无不是依附于你们人类 我和大哥是 后来的雪地 冰地他们也都是 他们是以魂灵的形式 而我们则就是成了唐三的魂环 唐三带着我们到了神界之后 在神界复苏 自然而然就有了神位 但哪怕是唐三 也不能违背神界的规定 所以我们也都只是 最弱的普通神官级别而已 也就是在神界的时候 最初那段时间 大家都很清闲 平时经常一起切磋 唐三就把他的乱披风锤法交给了我 我从中领悟发力技巧 完善了我的泰坦神拳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随之看向了蓝轩宇 既然你学过乱披风锤法 自然应该知道发力的方向 蓝轩宇点了点头 道 乱披风锤法是从小腿开始发力 小腿才是力量的源泉 从而传导到大腿 腰部 后背 然后才是肩膀 手臂 最后是手 将通体的力量融合 唯一二名点了点头 道 不错 就是如此 所以 发力最根本的技巧 其实是衔接 将全身力量完美地衔接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人体不同的肌肉 都有不同的力量 一般所说的全身之力 事实上都只是运用了一部分的肌肉力量而已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身 而我的泰坦神拳 实际上就是要尽可能调动更多部位的力量 将其完全统筹配合在一起 从而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乱披风锤法是单腿发力 而我的泰坦神拳却是双腿发力 发力根源依旧是从小腿一边说着 二名身上气息猛然一变 双脚脚跟略微抬起 小腿瞬间绷紧 蓝轩宇和钱磊只觉得面前的二名 整个人都开始出现了变化 伴随着他的小腿发力 似乎有一股力量从下向上瞬间传导 而这力量也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就像二名所说的那样 他全身的力量都在被调动 最终涌入手臂之中 虚空一拳向天空导出 刹那间 蓝轩宇和钱磊只觉得 一股恐怖之急的全境迸发而出 那瞬间出现的气流 甚至都将站在一旁的他们带离了地面 天空猛然俱阵 千米高空中的云朵瞬间荡开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蓝轩宇和钱磊在看到这一拳之后 都有种汗毛倒数的感觉 好可怕的拳进啊 我们的极致力量 追求的是一力详实惠 无论你有多少技巧 我就是一拳二名旁若无事一般说道 好像刚刚那一拳 根本就不是他发出的似的 肌肉有力量 骨骼有力量 经络有力量 内脏也有力量 所有力量的统合 才是极致之力 再加上魂力与之融合 以及一些应用 就能形成最强的一拳 在我这泰坦神拳的基础上 泰坦家族一脉 曾经的一位后辈 自创了属于自己的拳法 叫做云窝神拳 你们知道作用是什么吗 蓝轩宇道 我好像听说过这云窝神拳 灰灰也是泰坦家族的 但他的修炼方式 更偏向于精灵族 并没有获得传授二名道 他其实是我的后代 准确地说 泰坦一脉 都是我的后代 只是 我这个老祖宗 有点羞于承认这一点罢了 只有历代泰坦家族的家主 才知道我的身份 泰坦家族 泰坦巨猿 前蕾吃惊地道 难道泰坦家族 是魂兽的传承 他这话问出来 就后悔了 但二名 似乎并没有因此而生气 只是有一部分的血脉吧 不说这些了 继续说拳法 云窝神拳的好处就在于 通过螺旋控制 将自身释放的极致力量凝聚在一定范围内爆发 从而形成更强的破坏力 就像这样一边说着 二名又是抬手一拳轰出 这一次 他这一拳却是没有带出半点声息 蓝轩宇和前蕾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 天空之中 就在先前云堵破开的那个大洞位置 一个直径不大的黑洞瞬间出现 竟是被轰破了虚空 周围的云雾瞬间被黑洞吞噬 吸收 足足十几秒之后 黑洞才随之泯灭 蓝轩宇和前蕾目瞪口呆地看住这一幕 这是要有多强大 神机强者竟是强大到如此程度的吗 第799章结束回归 远处 正带着黄金狮虎辨认灵草的寻宝兽 抬头向空中看去 撇了撇嘴 自言自语地道 就会蛮力 哼黄金狮虎瞥了他一眼 道 少说风凉话 论力量的掌控 极致之力 恐怕人类没有任何人 能和二爸爸相比的 等蓝轩宇和前蕾回过神来 二名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所以 泰坦神拳交给你们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 是力量的运用 将自身力量完全融合 并且能够释放 第二 就是对力量的掌控 要将力量尽可能凝聚在一起 我刚才这一拳 没有用旋转之力 因为我足以将自己的力量控制在小范围内爆发 但旋转 却可以相对掌控的容易一些 这就是云窝神拳的来历 二名的掩饰和讲述 无疑给蓝轩宇和前蕾 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力量大门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就每天和二名学习着发力的技巧 蓝轩宇的金色血脉 本身就是纯粹的力量 伴随着这次冰火炼金身之后 他的力量随着身体的强大 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前蕾的黄金笔蒙 本身就是强大无比的力量存在 学习泰坦神拳自然也是事半功倍 每天在二名的指点下修炼 他们对于力量的掌控 也随着变得越来越纯熟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他们留在冰火两一眼这边 已经有25天了 天才地宝在昨天已经处置完毕 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些 黄金师虎也都记下了采摘的时间和特质 蓝轩宇和钱蕾 从二名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黄金师虎也同样从寻宝寿那里 学到了许多 可以说 大家都是受益匪浅 明天你们就回去吧 等到冰火两一眼恢复之后 我会通知你结束了一天的修炼 二名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恭声一礼 谢谢二名前辈 这些天的指点 二名摆了白手 道 不用跟我客气 从辈分上来说 你应该叫我一声爷爷 蓝轩宇一愣 爷爷 他可是知道 这位泰坦巨猿的辈分极高 哪怕是树老见到他 都要称之为前辈 只是爷爷的话 那自己这辈分岂不是高得可怕 二名看他发愣 微笑道 不用想的那么多 该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就知道了 有些事情知道的太早 反而会扰乱你的心思 好好修炼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你身具龙神血脉 正是我们浑兽一脉的未来 未来你如果真的能够让龙神回归 无论是我们森罗一脉 还是前往精灵星的那一脉 都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你才是浑兽真正的希望 蓝轩宇很聪明 他知道 正是由于自己身上的血脉 才让那么多前辈 给予自己帮助 期待自己成长 才有了今天 等斗天者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 下次放假的时候 真的要回家问问妈妈 自己这血脉的变异 究竟是从何而来 第二天一早 蓝轩宇和钱磊 登上了返回母星的宇宙飞船 林莫华亲自前来相送 并且告诉蓝轩宇 欢迎他随时再来 当宇宙飞船飞速升起 冲出大气层 脚下的星球渐渐变小时 蓝轩宇不禁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这次前来森罗星 真的是收获巨大 斗天者任务等级 斗天者积分 反而成为了这次收获之中 最小的一部分 伙伴们除了他之外 每个人都获得了一块魂骨 而他也拥有了寻宝兽这样的助力 再加上服用天才地宝 冰火炼金身 混沌之水 蓝轩宇原本认为 自己外院毕业 也不可能突破的五环层次 似乎又有了机会 按照这次的提升速度 最多再有两次冰火炼金身 他就有冲击五环的可能了 而一旦自己的修位突破五环 那么 魂环会不会变成十万年呢 而都变成十万年的魂环 会不会再多出一个技能 十万年魂环 可是应该附带两个魂技的哦 通过这次在森罗星上 与分院的切磋 蓝轩宇明白 自己的实力 其实和普通魂师 按照魂环数量来计算 并不一致 就像自己对元素的掌控程度 只要在适合的环境 和拥有足够时间准备的情况下 面对七环的对手也不吃亏 虽然自己的每一次突破都很困难 但只要能突破完成 那就是值得飞跃 继续努力修炼 努力变强吧 在临别之际 二明曾经语重心长地 对他说过一番话 二明告诉他 虽然现在人类的混岛科技非常发达 但任何外在的力量 那也终究只是外在的 就连窦凯都是如此 唯有自身的力量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 永远都不会抛弃自己的 同时 二明也告诉他 以蓝轩宇在生命学派的地位 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前往唐门那个真正的冰火两一眼 到了那时候 别跟唐门客气 在那里冰火炼金声 肯定会效果更好 虽然感觉上 二明这有点自己吃亏了 也不让别人好过的意思 但显然是为了自己好 这次回去之后 接下来就是继续努力完成 逗天者任务了 抓紧完成24个任务等级 然后就是给大家打造二字逗凯 经过冰火炼金声 身体素质大大的提升 蓝轩宇觉得自己在锻造方面 一定也会有所进步 制作二字逗凯会容易不少 六年级毕业之前 完成所有二字逗凯的制作 应该问题不大 等大家全部顺利毕业之后 再考取内院 能够有多少人考上就是多少人吧 自己也算是为伙伴们尽了全力了 希望能有更多人考上才好 思绪渐渐平稳下来 他也开始进入到冥想状态 寻宝兽也沉寂了下来 在这寂寞的飞行过程中 冥想无疑是最好解决寂寞的方式 蓝轩宇这次冥想进入得很深 体内的血脉运行速度都降低到了最慢 而伴随着他血脉之力中核心的龙神血脉增强 经营两种血脉相互的轻压 明显控制得更好了 哪怕运转速度减慢 也没有碰触爆发的危险 就连蓝轩宇自己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血脉之力 正在不断地改善住自己的身体 无论是冰火炼金身 还是混沌之水 对他的身体来说 其实都是一种能量的补充 而外界能量补充的越多 似乎对于他自身血脉刺激的 也就越强 自身血脉就会释放出更多的能量与质中和 从而增强他自身 他的血脉才是那个最大的宝库 只是 这个宝库在开发的过程中 似乎要特别小心才行 温威轻微的嗡名声 让蓝轩宇渐渐从冥想中苏醒过来 然后他就听到了电子音的提示 即将进入母星大气层 请做好防冲机准备 揉了揉眼睛 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感受着飞船舱内渐渐升高的生命气息 蓝轩宇嘴角处不禁勾勒起一道弧度 回来了 终于又回来了 扭头向弦窗外看去 母星熟悉的景象再次映入眼帘 蓝轩宇不禁笑了 终于回来了呢 穿过大气层 平稳降落在史莱克城宇航中心 第八百章唐振华的劝说 当蓝轩宇走出飞船的那一刻 脑海中就响起了寻宝兽的声音 好舒服的空气啊 真不愧是神级层次的星球 虽然只是出入神级 但也是相当的美好蓝轩宇道 在这里你也能找到宝贝吗 那是当然了 没问题的 不过 这里也要危险的多 我们感受到 有很多危险的气息存在 寻宝兽说道 危险 蓝轩宇疑惑的道 是什么危险 寻宝兽嘿嘿一笑 道 你想啊 好东西一般都是有主的 我们惦记有主的好东西 自然会有危险了蓝轩宇顿时一阵无语 有主的当然不能碰 我们简陋就好了寻宝兽道 真正的好东西 想要简陋 恐怕不容易把蓝轩宇道 你可别给我找麻烦 可不是谁都像二名前辈那么好说话的 先回学院再说吧 你安静会儿 当蓝轩宇和钱磊 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学院和往日一样清静 但永恒之术带来的生命奇息 依旧让他们心旷神医 钱磊深了的懒腰 道 还是回来最舒服 老大 我晚上准备去海神湖泡泡 你去不去 蓝轩宇道 我先不去吧 我去找老师问问班里的情况 然后再去逗天者任务那边 看看后续我们有什么任务是适合的 做一下准备 你自己去吧 钱磊笑道 越来越觉得咱们生命学派好 能够自由在海神湖中修炼 真是美妙啊 两人结伴回到宿舍 在门口分开 蓝轩宇洗了的澡 然后就拨通了唐振华的浑岛通讯 很快 浑岛通讯接通 老师 我回来了 蓝轩宇说道 唐振华道 回来就好 你的情况我听孝琪说了 这次不错 分院那边已经提出抗议了 哈哈 说我们派去的学生太强 影响他们学院修炼的积极性 这次你们收获很不错啊 蓝轩宇笑道 还行 老师 大家执行任务的情况怎么样 唐振华道 还算顺利吧 之前那个护送任务 很正常地完成了 没什么 这次他们又去执行任务了 好像接的是三级任务 群体的三级任务也不算难 你不用担心 宇阁现在的实力很强 有他带队不会有问题的 那天你们应院长还跟我说 24个等级的斗天者任务 似乎给你们设置的还是低了一些 按照你们现在的速度 半年多估计就能完成了 他还说是不是考虑给你们再增加点难度呢 蓝轩宇极道 别啊 老师 外出历练固然重要 但我们大家也还是要修炼的 完成斗天者任务的过程中 对大家修炼都有所影响 后面还要制作斗凯呢 可千万别再给我们增加难度了 唐振华晨声道 轩宇 有一点你要注意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好意 希望带领全班同学共同进步 但是 不同的魂师就有不同的天赋 就算你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所有人一直都能跟得上你的步伐 而你在前进的过程中 如果太多的考虑帮助别人 无疑会拖累你自己的修炼速度 而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就算你能带领他们 未来都能够从外院毕业 但想要都考入内院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到了那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勉强 同时 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修炼时间 不要因为帮助他人让自己的天赋浪费 这是我们各位老师一致的意见 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 不需要更好 明白我的意思吗 蓝轩宇沉默了一下 道 老师 真的就没什么办法让我们一起都进入内院吗 我们可是星战实验班啊 唐振华晨声道 六年级毕业考试结束了 内院考核也结束了 考入内院的只有四个人 司马仙 荣玉炫 慕容商和薛宇斌 其中 慕容商和薛宇斌是因为武魂特殊有了加分 才勉强考入的 一个年级 有四个人考入内院 已经是比较罕见的情况了 一般的录取人数都在三个人以内蓝轩宇吃惊的道 连玄武敦那两兄弟也没考上吗 是的 所以 可想而知考入内院有多难 内院的资源是有限的 必须要控制人数 你们班是很强 学员到时候也一定会破例多录取几个 但也绝不可能把三十多人全部录取 那让学院怎么向之前没有考入的学生交代 你们班的情况已经很特殊了 你先保证你们七个都能考入就不错了 如果最终能有十个人考入 那就已经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 这还是因为你们班确实优秀 并且都有际遇的原因蓝轩宇再次沉默 是啊 按照老师所说 就算他们是实验班 考虑内院能够承载的人数情况 学院也会增加他们考入内院时候的考核难度 想要所有人都考入内院 真的是不容易 老师 您的意思我明白 我只是会尽力而为 尽我所能吧 您放心 我自己也绝不会耽误修炼的 这次在森罗星收获颇丰 有了不小的进步 我会继续努力地唐振华道 你能明白就好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聪明人绝不应该固执己见 要听得尽别人的意见 这方面你还是不错的 事实上 就算他们不能都考入内院 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还有唐门 唐门也愿意保留你们 33天翼的整体性 未来等他们都外院毕业了 唐门会全面接收 并且一直给予你们支持 让你们向终身制斗天者方向发展 这也是很好的选择了 唐门给予个人的修炼资源 虽然不如内院 但在各种装备上 却是最好的 你们实验班的出路 其实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这样就太好了 蓝轩宇长出口气 唐振华道 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几天吧 这几天你也不要修炼了 先别绷得太紧 后面的斗天者任务 你们也有充足的时间 不用急于求成 安全第一 稳健第一 然后你们就该考虑 未来毕业考试的事情了 校期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七个 有了史莱克七怪的备选资格 这对你们来说虽然是好事 但也意味住 学院在任何方面 给予你们的考核 也都会更加艰难 并且每一次考核 都会列入史莱克 七怪选拔的范畴 你们要更加努力才行 结束了和唐振华的通讯 蓝轩宇整个人 也随之放松了下来 顿时感觉到了 精神上的疲惫 是啊 自从开始 斗天者任务以来 自己就一直紧绷住 现在任务完成进办 这一关总算是问题不大了 接下来 就要朝着新的方向去努力了 毕业考试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看上去时间很长 但他们要做的事情 还真的是有很多呢 33天翼战舰上的锻造式 是该用起来的时候了 接下来接取的任务都不会太难 大家完成任务为主 自己就以锻造为主好了 没有人 Esther 现在他们有多来 他们有 Pak 还没关系 还是针金 但是它现在就ties了 他们要是针金